这个婴儿正被一双大手死死捏住 眼神挣扎不已 原来正要掐死她的人竟然是一个小孩 婴儿灵机一动 竟然对着少年的手舔了起来 这一下反而让少年无所适从 少年捏了一下她的脸就跑掉了 原来这个婴儿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她本是一名26岁的女警 因为一场车祸穿越到了这个不能说话 不能走路的婴儿身上 她也以为能够在这里安安心心地长大 结果她的老爸竟然是功高盖主的大将军 常年征战在外 不仅如此 这个婴儿还是一身的病 大将军九尋良医药材却无法根治 于是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就病逝 女主才穿越到了这个婴儿身上 结果这边刚穿越过来 一群人抱着她稀罕不已 此时高公公来到了将军府 宣读圣旨 奉天成运 皇帝赵曰 自闻常将军独女常晓云大病出狱 念皇无子书王以及少年 各此常将军之女常晓云为书王之正妃 以示皇上恩传 什么意思 也就是我一穿越过来就被赐婚了 可是我还是六个月大的婴儿啊 原以为被赐给皇子是挺高兴的事 然而婴儿的爹娘却满脸的不高兴 常晓云还以为五皇子是个变态 心里咯噔一下 后来通过丫鬟的口中才知道 原来书王并不是变态 但是他是皇帝如今最不喜欢的皇子 才七岁的年纪 就被送到宫外给太妃抚养了 主要是书王的母亲身份太过低贱 根本不可能成为将来的储君 常晓云听着外面的话 胡思乱想之际 就睡着了 半夜里 迷糊中 一个少年男孩来到了他的床上 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他想呼喊 可是他才是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 但是少年掐着他 却没有立马动手 常晓云立马心生一几 那就迈个萌吧 于是他伸出舌头 对着少年的手舔了下去 这一下少年惊慌失措 反而捏了一下他胖嘟嘟的脸 留下一句 日子还长 今日便放过你了 然而第二天早上醒来 他却再次在自己的家中见到了这个生